歡迎收看臺灣最前線 我是褲長江 韓國瑜又再再出正義 前高雄綜藝省市民會議員問他 怎麼沒有黑酒油的醫生 沒想到韓國瑜想說黑酒油 想說的 他將來不說過 市政府要黑酒油 也不想賣豆油 張媒開地步 今天受訪問 都好人說過黑酒油這件事 也不是他的政見沒白酒油 他說讓白黑一年多的時間 說得是氣噗噗 他還想說清楚看高雄綜藝的毒安龍 變成青霉了 對第一樣的問題 高雄街頭團出青霞 韓國瑜是不會說完全黑白說 競爭室來進駐是醜化高雄 以後向國瑜來觀光 看起來韓國瑜對以前說過的話 是都沒聲音 這不是外界的罵噗 也是他說白菜 建設回想起了 這樣對他的選情有幫助嗎 今天有幾六分民調發佈 韓國瑜都是輸出英文 其中一分比較有趣 就是韓朱佩民調的加七% 現在是選總統還是選副總統 哪有的支持者是看到韓國瑜 回不下去 需要主理輪來增加信心 這樣主理輪來選總統就好了 哪有的團結的問題 團出王金平跟柯批 要用親民黨的白來選總統 沒想到親民黨變得這麼風 當時可以決定 郭柯王會繼續合作 並雙母親共國會 區域立委和部份區 可以唱多少票 是唱到拿 還是唱到力 國瑜黨要把王金平開讀嗎 但是這些人的關係這麼複雜 這過大面外選 現在是團出這麼多人 拿過大的錢 有誰拿呢 拿多少 沒想到這過大面外選 他的銀彈威力這麼大 今天這部中 我們都有相識的分析 先介紹來賓 在我嫁秋冰是 資人媒體人吳郭棟 中家好 大家好 要有政治學教授范世平 中家好 大家好 再來是國民黨 台北市議員游書惠 大家好 大家晚安 還有資人媒體人陳敏鳳 大家好 也資人媒體人周年晃 中家好 大家好 也資人媒體人王瑞德 中家好 大家好 那麼稍後 還有民進黨高雄市議員 陳志忠會加入訪談 我們現在來看 高雄市長韓國瑜 上午再度解釋 自己沒有說過挖石油 還遭蘇貞昌諷刺 說他這個真眼說笑話 那韓國瑜就回批啊 蘇貞昌看高雄呢 是從獨眼龍變成全盲哦 什麼都不查 先罵再說 重炮槓上中央 來看這次啊 蘇貞昌我以前講他獨眼龍啊 現在感覺啊 他看高雄好像變成全盲了 高雜市長韓國瑜又槓上 行政院長蘇貞昌 最近挖石油爭議 韓國瑜否認自己曾說過 遭蘇貞昌喊酸 真眼說啥話 他完全就忽略先罵再說 所有高雄市的事情 只要在行政院長蘇貞昌的嘴巴出來 是先罵 先批判 先抹黑 也不查 任何先罵了以後再講 韓國瑜從選高雄市長到現在 什麼時候說過高雄市政府要採石油 為政府部門服務 當行政院長當其他職務都是一樣 人生短短幾十年 何必要做的 這樣子昧著良心講話呢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的感覺 我也是有這個感覺 這個也都是 什麼都是別人的錯 他前後不一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講過沒講過都有錄影帶為證 太平島把這個股票上市公司 把他上市的股票 高雄市政府來做專 直接吸國金資金 開發石油 就講太平島挖石油 把我新城 新中城好像到雜貨店買關醬油一樣 太平島屬於高雄市 當然可以再進行 好 韓國瑜是不是又來了 我們說這百年一見的政治奇才 可以把自己說過的話 完全否認嗎 好 事件來由就在於昨天 這個高雄市議會的預算說明會 那當時其實議員就問他了 那這挖石油的預算在哪裡呢 當時他就說了 挖石油是誰講的 誰說要挖石油呢 我有白紙黑字講過嗎 那昨天晚上開直播還有今天早上受訪的時候 他又說了蘇院長都先抹黑 先罵了再講 當市長後何時說過高雄市府要採石油 更沒有說過要賣醬油 感覺上他想要幽默一下 但事實上去年他說了哪些呢 這個挖石油在去年在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可以說是捲起了千堆雪 這個可以幫助高雄解決債務問題 當時怎麼說呢 我們從2018年去年的8月12 他就說太平島屬於高雄期經 高雄市政府來作樁 那吸引國際資金開發石油 那勢必就能夠解決高雄的債務問題 好 那接著我們看到提出這樣的政見 那時候的馬前總統馬英九他怎麼說 韓國瑜能夠提出這項政見 讓人掩置一亮 以前沒有人提過 那再來到11月的時候 他也說明了 很多人因為很多人就說挖石油是有點天馬行空 他說這不是天馬行空 因為太平島開石油 既然談到石化業 他就把他的政見一併解釋了一下 好 這就很明顯大家認定他的 這是他的這個政見 所以我們也看到這張照片也可以看到 韓國瑜冒號開發太平島 開發太平島要幹什麼 就是挖石油 那經濟的時候說開發釣魚台 因為這些離島這些外島 這個外界都認為是有這個蘊藏石油 這個豐富的這個能量 那我們看到韓國瑜既然否認了 那同黨的立委廖國棟 他怎麼說呢 他說將韓送進總統府一起來挖石油 那顯然韓國瑜就是有講過這些政見 先提到瑞德哥怎麼看 韓國瑜是不是又來了 是不是又是一個打麻將事件的翻版呢 曾也說瞎話又不是韓國瑜第一次說的 為什麼呢 上禮拜六的時候 韓國瑜在台中造勢的時候呢 不是也這樣說過嗎 高雄沒有街頭槍聲大做的這回事嘛 對不對 那很奇怪 那廉謙醫為什麼要收押 那為什麼要這個中央還要 刑事警察局長下去坐鎮等等啊 就是因為你高雄發生了槍擊案嘛 所以呢在如此的情況之下 那麼才需要中央 因為你連續高雄市政府在第一時間 沒有壓制住這個雙方之間的衝突嘛 所以才必須要下去駐鎮嘛 那高雄照理來講啊 那麼他的治安好不好 可受公平啊 但是你怎麼能說高雄 沒有這個街頭槍聲的事情呢 你希望鼓勵大家到高雄去觀光是OK的 但問題是你不能那麼空口說白話 不能睜眼說瞎話 那麼有關於高雄太平島挖石油的事情啊 我們大家之所以會為之這個訝異的 從昨天到今天覺得不可思議的原因是因為 他在挑語病啊 然後說什麼時候說過高雄市政府挖石油啊 所以我們把它過去 因為這是他去年非常重要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算是幻想 奇想夢想啊然後呢 緊接而來他就自己認為說選上以後認為 我不可能辦得到 所以他現在就否認 那麼事實上剛剛我們的引概裡面可以看得出來嘛 去年的時候他自己說的嘛 高雄市政府來坐莊直接吸收這個國際資金開發石油礦材 可燃兵愉悅觀光嘛 而且他的前提是那好好的開發這兩百億兩百億桶的石油 我還有可燃兵還有這些股票上市高雄市政府來坐莊 請聽清楚他講兩遍喔 高雄市政府來坐莊 股票上市我們的外債我們的欠錢就可以一筆勾銷 這個是他第一次去提到有關於高雄 那個時候說我們高雄有個寶貝 我們都忘記他叫太平島 這就是太平島的瓦石油由來嘛 那為什麼昨天他又講說什麼沒有醬油對不對 不是醬油 醬油是他第二次提到太平島瓦石油 為什麼他特別說他的政見被這個曲解了 那麼太平島瓦石油好像他那時候說解釋說 好像把它形容到雜貨店去買醬油一樣 他的醬油是指這個意思 那也是你自己講的 醬油啊醬油啊都你自己講的嘛 那他後來就講有兩個前提是第一行政院要同意 第二個周邊國家要同意廢話 如果這樣的話你有講跟沒講一樣嘛 大家都在搶哪海嘛 所以有講等於沒講嘛 那就在這個地方 有關於瓦石油的部分 第三次講的時候是認為說 人家說他天馬行公胡說八道 他就要解釋石油是怎樣怎樣 所有的一切 我都是你說的 心還是你 鬼還是你 我們講特別就是這樣 然後到現在 太平島還是太平島啊 各位我去過太平島 我去過東沙島啊 太平島是我國南部的一個 等於說領土領域的島嶼 實際占有的一個島嶼嘛 那你給人家一個夢 他顯然就是把太平島 後來解釋說不是太平島 是周邊的海域 我也知道 如果沒有我問你 那個中國共產黨為什麼 要把附近的這些島嶼對不對 他填土然後弄得那麼大 還有防空飛彈 他就是看到了南海這個 相關地方的戰略價值 跟鞋子的酒油 不是這樣嗎 那因為大家都想戰 所以美軍每隔一段時間 挑戰過 中共十二海裡挑戰說 這不是你的領土 也不是你的領海嘛 我都是你說的 現在就怎麼像你說 你做高雄市長 他講完沒打麻糬 他用抓包說你在巴黎島 渡假過年的時候 你就說我是說高雄 他話講話都不是這個樣子嗎 大話話講滿 最後沒辦法 無法圓 無法圓你自己所說的謊 然後呢更不要講 更不要講那個什麼 我都不想說 但是我一定要說 那個什麼東西啊 那個最終期到哪裡啊 對 到現在最終期在哪裡啊 最終期拿得出來 還有兩個議員 不得了 曾經看到 最後發現沒有 你知道嗎 然後到現在 我其實全國的觀眾朋友 跟韓粉支持者 都很好奇的是 最終期高雄市政府 新聞局說那是預測 但如果是預測的話 表示沒有發生 只是懷疑 那為什麼你又要 韓國瑜又要打電話 給謝寒冰說 有難言之隱 對 這個難言之隱 勾起了我們大家的 這個好奇心啊 難言之隱到底是什麼 最後做一個總結 他說謊的地方 除非你能說得出來 否則你又是說謊 為什麼呢 韓國瑜講過的話 幾乎等於放屁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他在9月8號 新北市三重的 肇事大會上面 當著這麼多的 韓粉的面前 不管是10萬 還是35萬 不管 他直接說 絕大多數的名嘴 是拿黑錢黑韓的 絕大多數 我不知道 是算絕大多數 還是絕小部分 說出來 勇敢的粉身碎骨的說出來 韓國瑜有帶種 就說出來 是誰 負責任的說 是哪一個名嘴 拿了誰的錢 然後呢 拿了多少錢就黑 一個就好 說不出來 你韓國瑜 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的確 當然韓國瑜可以去提政見 但問題是 你政見去年提出來 到今年 竟然是全盤否認 那恐怕也是讓大家 瞠目結舌的地方 那昨天議員就在問 那你這個挖石油 預算在哪裡 他又說 那我有講白紙黑字嗎 我們就來看去年 他在高雄街頭 掛了這個選舉的刊版 上面怎麼寫 我們看到高雄市長的候選人 這國民黨的韓國瑜 上面不就列了一個 太平島挖石油 你看這麼大 而且列在第一個 拼金記 再來就是什麼 壽山尋寶 什麼的 還有愛河 什麼摩天輪等等 那你就不管了 因為現在有爭議的是 太平島挖石油 列在第一個 所以你能夠完全的否認 說沒有說過 說沒有白紙黑字嗎 至終議員來到我們現場 昨天你也看到了 對不對 那韓國瑜這樣子講 是不是感覺上 又讓他的誠信再度破產 而不只破產 可能是嚇到地獄去了 韓國瑜市長還有誠信嗎 昨天這一個韓市長的驚人之語 是為了這一本預算 高雄市政府的總預算案 昨天是這個籌編情形的說明會 所以市長跟市府的團隊 來議會報告 其實本來這個挖石油的事情 我認為說不會上新聞 因為韓國瑜他跳票太多了 就是說你從總預算案 這麼厚一本裡面 我們每一頁去翻 看有沒有韓市長的政見 他要把它轉化為預算 叫我都落實 不就是用嘴講的 但是從頭到尾 其實在選前 韓國瑜提出的政見 有轉化為預算的 其實幾乎是看不到 因為去年的預算 是陳菊市長 那個時候就編好 所以那時候我們也主張說 是不是你市府團隊 你退回預算重編 因為他有這個權利 新市長上任 也當重編預算 來推動他的政策 那個時候他說不要 他說市政是延續性的 不必 這本五省是第一次 韓國瑜市府團隊自己編的 那我們就要檢驗說 那像挖石油 你有沒有編預算 摩天倫乳編預算 你說要這個青年創業基金 100億 那你有沒有編預算 結果這個議員就問他說 那你編石油預算 編在哪裡 結果韓市長居然說 我沒有講過 我沒有講過 所以這個真的是金事害俗 我比較好奇 他為什麼會針對這挖石油 感覺他跳起來 嗆聲說 我怎麼有說 為什麼會感覺上這樣 因為如果你看其他的基庫 也沒有什麼了 那為什麼石油這個部分 會跳起來 其實本來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他跳票太多了 其實講不完 慶祝難輸 但是我不知道他昨天是 不知道是建設回家 還是說精神不好 看他昨天精神也不計 在議會講這個事情 聽到歐酒 我聽到歐酒就跳起來 跳起來後你說一個謊 你就是要第二個謊去圓 因為確實在太平島挖石油 這個構想這個idea 韓國瑜市長是一而再再而三提出 從去年八月十二在榮美教會市長政見會 說一次 在這個市長公辦政見會去年的十一月十號 他又講第二次嘛 這個都是由引貸為證 被抓黑錢這個沒辦法抵賴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連這樣都可以睜眼說瞎話 那韓國瑜市長 他對於人民的保證 對市民的保證 怎麼去兌現 他口口聲聲說 他去中聯辦沒有關係 因為他要捍衛中華民國 他要維護台灣人民利益 所以他去選總統 但是你連挖石油這種 你自己講過的 你都可以敵死不認 所以你其他的承諾 怎麼跟你相信 青年創業基金 那個時候說一百億 他說市府自編三十億 民間酬募七十億 講得信誓旦旦 言由在了 結果在預算裡面 剛才編三億 一百億變三億 這也是韓市府 那個摩天輪有嗎 摩天輪沒有在裡面 摩天輪現在是說要停估 要招商要引資 包括昨天我們也問市長 當場問他嘛 他說高雄市目前的 這個招商引資 有一千八百多億 他非常自豪 他說這他的政績嘛 包括從一到三月 就有三百三十七億的投資 我們就給他請教 因為這一次的總預算案 還是舉債 韓國瑜市長在選前 那個時候批評花媽 批評菊姐 說你們這個都敗家子 都是舉債的 如果他上任絕不舉債高雄發大財 絕不舉債高雄發大財 這是韓國瑜說的 結果他的預算送到議會 仍然是舉債六十四億嘛 所以不太厚嘛 我不是說他馬上可以達到零舉戒 但是他不太厚啦 但是他的話都要說到中午了 說到中午了 當然大家就檢驗他嘛 那檢驗他 他又在那邊耍嘴皮子 又在那邊抵賴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他為什麼 天下雜誌做他民調最後一名嘛 你是第一年後面 名次比較後面沒有什麼了不起 沒有什麼羞恥嘛 鄭文燦市長林志堅市長 在第一年執政的時候 也都是比較後段班 但是第二年第三年 人家就拚比較前段班了嘛 但是韓市府的問題是說 他們不知檢討 而且他們一直去推託 所以那個時候說絕不舉債 結果還是舉債六十幾億 說有一千八百多億的投資 那我就問市長說 那有這麼多投資進來 有沒有反映在你的這個財政的結構的改善 有沒有這個繁榮經濟 有沒有這個創造稅收 他也說不出來 他說要請財政局長回答 我說那就不用了 你如果硬不出來 不好意思 韓國瑜對這篇預算書 到底有看過了嗎 沒有 他是哪一張財政局準備的稿子在念 連標點符號都念 所以我是覺得說他是搞不清楚 那再來議會總質詢 他又要請假了 所以這個國民黨的黨團 把議員的質詢時間 從原本我們每個人 市政報告質詢有四五分鐘 他現在規定說高雄市議會六點就要下班 這可能是全台灣所有的議會沒有人這樣做過 所以我們就說韓國瑜市長 你有必要這麼害怕嗎 你是在怕什麼 其實你的口財很好 你的歡迎也很好 議員監督你在怕什麼 有必要這麼鬧嗎 他一定要把它改成六點下班 而且只有兩天的時間 這個國民黨在護航 也不用護航到這麼無下線 所以我說這個版本早上已經通過了 因為他表決他們是多數 但是我說人民會來檢驗你們 對的確 現在人民的檢驗 但是韓國瑜馬上否認到底說 完全沒有說過挖石油 其實去年他的證件會上 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他說既然外界覺得他是天馬行空 那他就給他詳細說明 他說這個太平島還可以成為股票上市公司 然後政府高雄市政府 就可以有這個稅收來解決 債務問題 講得這麼好聽 但實際執行上難道是零嗎 現在恐怕是不是誠信破產了 淑慧議員稍要回應 先講明鳳姐怎麼看 這部分恐怕高雄市民 真的是對韓國瑜 不只是打一個問號 恐怕真的是誠信大破產了 我覺得也不是高雄市民 我覺得這個是全國的標準 你自己 除非得什麼健忘症 還是失憶症 你在1月11號 21月24號的時候 把你這個政見講到全國都知道 而且變成笑話 一直在流傳 然後一直被提到 一直被提到 你怎麼可能會忘記呢 對不對 那你說你昨天這樣一說 我沒有講過 誰拿出白紙黑字來 那我們全部都傻眼了 你講成這樣子之後 你自己說沒有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說 好像你講過的話都可以否認掉 那我們你現在要講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認定說 你真的有講過 然後可以去檢驗你呢 他現在選總統提出的東西 那是不是沒有人要相信 對啊 那隨便以後到了總統 就算當選總統 然後隨便講一個 就是說我沒有講過 白紙還是拿出來 我覺得這種玩文字遊戲 開發太平島的油框 這個跟挖石油只是一個名詞 只是一個使用名詞的差別而已 是不同 那意思是一樣的 對啊 開發太平島的石油 跟挖石油不是一樣嗎 難道在這種 這個自己行間裡頭去糾結嗎 我覺得韓市長 你也應該要整個想一想吧 這才過不了八個月 九個月的事情 你竟然就可以一翻臉 就全部都否認 然後還去看你的證件 還真的沒有寫什麼 這兩條還是哪寫這兩條 可是問題是你在證件會上面 還有歷次的這個所謂的 在群眾的訴求造勢上面 都不斷地重複在講 然後而且人家很多人都質疑 你說怎麼可能在太平島挖石油 你還講一堆理由出來說 為什麼不可能 我要用這個什麼 我不是在本島挖石油 我是在這個海域挖石油 這個不是都是你講的嗎 所以說我覺得說 這種政治人物 把這種講過的話 完全都否認的事情 還要叫我們拿出白紫黑字出來 我覺得這個 大家如果都這樣幹的話 那政治人物都不用檢驗了 你講過的話大家都不用理了嗎 他今天反而好像炮口 還對向蘇貞昌 對啊 還說你 意思說蘇貞昌 獨眼龍變全盲 對啊 就是沒有先查證 然後就痛批他 那他自己有沒有先查證一下 去年講的話 對啊 不然 那今天只是蘇院長 只是看蘇院長跟我們大家都一樣 難道我們也是全盲嗎 難道我們也是獨眼龍嗎 那這個質疑的是高雄的市議員啊 高雄市議員就明明很清楚的在關注高雄市政的發展啊 那你能說高雄市議員是獨眼龍是全盲嗎 我覺得這樣講是在罵人啊 就就很沒有沒有這個品味嘛 你你自己應該先去查一下 你自己有沒有講 你自己有沒有講 你會不清楚 我的天啊 還是說我們韓國瑜進步了 所以他覺得開始有這這這件事情就是笑話 所以就當作你這回事 是有可能嗎 所以我覺得任何人政治人物講話 一定要要有有本有據嘛 然後你自己吹牛吹這麼大 結果什麼都做不出來的時候 你就罵人家是這個瞎眼了 或是獨眼龍 我覺得這個東西非常奇怪 對 現在看起來韓國瑜真的是一而再 再而三 不斷地在把他過去所講的話呢 然後把他否認把他翻盤 那現在呢 當然很多人要把他過去講過的話 如果說再把他整理出來 那我真的要花一點時間去把他講一講 因為真的是族繁不及備載 非常的多 從這個今年的7月6號呢 那個時候就爆出這個韓國瑜 他太太嘛 李嘉芬有個農舍爭議嘛 那他就說依法處理嘛 那後來他就宣布這個什麼農舍轉賣 這也是真的延燒了一陣子 那後來還有他臉書自爆呢 當市長之後呢 就沒有打過麻將 所以我剛剛就說 這是不是一個打麻將事件的翻版 那後來他就被爆了嘛 今年過年他在巴黎島度假的時候 就有去打麻將 結果他就說他是在這個上任之後呢 沒有打過麻將 那當然就自打臉了 那再來就是8月20號 那時候呢 也是爆出了說什麼車子被監控啦 被裝的什麼追蹤器 國家機器動起來動得好厲害哦 後來就改口就說只是懷疑而已 那再來就是那個國政說明會 這個說到什麼青年政策嘛 就是說鳳凰都飛出去了 進來一堆機 後來又趕快就說 這是希望這個能夠吸引外國的鳳凰 能夠這個來台灣啦 又引發這樣的一個爭議 再來就是跟日本學者 這個約時間一試 那因為那時候就是遲到了嘛 那後來又說 也給人家臨時改地點 那就讓這個日本學者疲於奔命 那後來那個日本 這個韓國瑜就說什麼 等人家這個日本學者等了25分鐘啦 感覺上就是在爆上次這個 一箭之仇 那個日本人沒有說 這個要邀請他去日本等等 那再來就是開槍的這個事件 因為這個連千億之亂嘛 高雄可以說槍聲大作 當天的確是這個好 25什麼50台車啦 這個要去衝撞等等 造成這個治安上的這個民眾的這個驚恐 結果他就說呢 高雄沒有街頭槍聲 全部是胡說八道 蘇惠議員這部分要讓你回應了 這到底韓國瑜說話是怎麼回事 是他腦筋有問題 還說失憶了 還到底怎麼回事呢 坦白說我當過市府官員 我也當過民意代表 我會覺得我昨天看了那個畫面 我覺得昨天韓市長在打詢的時候 是有情緒在 這一點是我剛剛建議是不好 有情緒 對不好 因為你可以把你去年的話 說清楚講明白 你去年就不是說高雄市政府挖石油 他去年主要兩個竹子 大家可以竹字去看哦 我去年在選台北市有 我沒有竹字看 但我昨天特別的把竹字稿找出來去看 第一個他說 第一次他講的時候 是在市長給問嗎 這個場合 他只是拋出一個概念說 高雄市政府有沒有可能來做裝 為什麼做裝 因為太平島好運屬於高雄市的 我們來做裝 吸引國際資金來開發 那這個前提就很簡單 我不用出錢 我要做裝嘛 吸引國際資金來 第二次他再說明的清楚一點 他去列舉了三次 中油曾經在太平島 以及相關海域去 坦勘的這個紀錄 這個紀錄代表什麼 紀錄代表說太平島下面 第一個確實有石油 第二個我們的中油 確實曾經有去坦勘過 好啦 那他說如果未來中油還要 或是國際開發公司 還要來這邊探勘 挖出石油的話 因為太平島是我們高雄市的嘛 我們要分一杯羹 這個講話沒有不對哦 你家的土地被開發 你說我要來分一杯羹 跟我說 我要自己編列預算來開發 這是兩回事 可是他自己說高雄市很做莊 做莊 做莊也不代表 我就是要出錢 他說要吸引國際資金 BOT就是政府做莊 我把我的土地拿出來 但是財團或是企業 你要開發你要拿錢出來 但不管怎麼樣 他去年那樣子講 都讓人家覺得是高雄市政府要做 因為他要選高雄市長 不不不 他去年大家如果去逐字稿 媒體的部分報導 不能說去他嘴巴裡面就說 是高雄市政府要編列預算來做 不是 但是我必須要坦白說 我覺得應該是他昨天在答詢的時候 應該要重複的把他去年的話 再講清楚 不應該簡化成說 誰說的 我沒有說 可是人家會覺得 你去年講的那麼大聲 結果到處說 那不是我高雄市政府可以做的 那不是空的嗎 所以我說他昨天的答覆 我覺得我看得出來情緒 我看得出來他是對民進黨市議員 有情緒在 那我剛剛在休息時間我也講 其實我當過政府官員 不管是蔡英文也好 蘇貞昌也好 任何行政官員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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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他認為是羞辱也好 刁難也好 他會有情緒 過去其實我們看到蘇貞昌也常常 憤怒的離席 或是憤怒的罵回去 立委也有都有 可是問題 因為畢竟他不是聖人 他會有情緒 對來來 林煌哥我要請教 剛剛這個遊語員也特別提了 就去年韓國瑜是怎麼講的 但是感覺上 那去年講的 等於就是說跟高雄市政府 完全沒有關係 去年說是說 但是不代表我現在上任 就要做了 是這樣子嗎 其實韓國瑜從去年講的時候 他就已經搞不清楚了 太平島 雖然他的門牌是編在高雄市政府 但是太平島 不屬於高雄市政府所有 更不用講他周邊的海域 即使有石油那也是中華民國的 那不是高雄市政府的 這個其實按規 去年就已經搞不清楚了 他去年一開始就錯 他硬拗到現在 昨天他講那句話 誰說的 我沒錯啦 一定會有情緒啦 可是有情緒 你可以跟市議員 可以有口頭上的你來我往 我覺得那個都沒有關係 那個本來意識攻防 可是你不能 把黑的說成白的 把你有講過的當作沒講啊 那個那個不叫情緒 那個叫詐騙 那個叫詐騙集團 今天越來越多資料被找出來 除了剛剛中江秀給我們看 今天邱俊憲議員又找到 今年1月17號 韓國瑜去高雄市政府做簡報的時候 簡報資料上面就寫到 要籌涉南海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那請問那是不是要挖石油 雖然沒有講到挖石油 但是南海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要挖石油 那請問明年度的預算 你要籌涉公司總要有預算嘛 總要有作業費嘛 對不對 好 就算我都不用出錢 人家廠商來挖 我做挖的人 我抽頭這樣 那請問你要不要有作業費 都沒有編啊 那韓國瑜不是講 摩天輪年底要動工嗎 那請問你的預算編在哪裡 因為今年底要動工 表示是去年要編預算 摩天輪是不能動用第二預備金的 他也沒有追加預算 也沒有又不能動第二預備金 請問你摩天輪拿什麼來蓋 你拿你的選舉補助館出來蓋嗎 那也不夠啊 那你明年又不編預算 那請問愛情摩天輪是在天上嗎 在天空上面嗎 又是空的 又是空的嘛 所以韓國瑜到目前為止 他跳票紀錄太多 可是我覺得 其實本來這一次的 我如果是韓國瑜 我會拜託議會的國民黨團 總諮詢時間不要延後 我從哪裡跌倒 我要從哪裡站起來 因為韓國瑜上一次 民調開始往下 就是他上一次的市政總諮詢 表現實在有夠糟糕 大家想說你做市政總諮詢 好啦 上面是說你昨天你也沒多久 市政你沒適合 沒關係 還讓你差不多的時間 補適一下 那如果我是韓國瑜的話 我會講說這次市政總諮詢 我準備好了 我接受完質詢之後 我再請假去選舉 結果不是 你連市政總諮詢都想閃掉 都想逃避掉 逃避掉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你上一次那種草包的形象 就通通留在我們的腦海裡面 因為你沒機會了 大家永遠記得黃捷翻白眼 大家永遠記得什麼叫至今君 你只是一直跳著在講 發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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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一次原本以為 這個市政總諮詢閃過 不會出錯了 結果沒想到 曾幾句話說誰說的 又出錯了 那好 他現在講的話 連錄音 錄影 所有的資料 大概證明講他挖石油的資料 大概不下十件 他都可以硬拗到否認 那我請問大家 韓國瑜說他反對一國兩制 他粉身碎骨要捍衛中華民國 請問你相信嗎 到時候我們在質疑 萬一不信 國家不信 讓他選上總統 你在質疑他的時候 誰說的 白紙黑字拿出來 你們就鬥啊 而且如果一個人 在這種公開的議事殿堂 沒辦法控制他的情緒 請問這種人能當國家元首嗎 國家元首每天要處理的事情 其實那個壓力是大過市長 幾千倍 幾萬倍 情緒一來 飛彈給我射出去 那不就完蛋了 不過他很想選總統 因為不用去立法院備訓 閃過嘛 對不對 他要躲在總統府就好了 不是嗎 選總統沒有錯 總統不用去立法院備訓 但是總統每天會被罵的事情 大概是高雄市長的一萬倍以上 因為所有大小事情 都可以怪總統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你真的要面對問題 今天不管是 等一下我們討論民調 為什麼民調會一直掉一直掉 對 其實沒有韓黑 我一再強調 最大的韓黑 就是韓國瑜自己 你自己在市政 起情這是你的本 你的本沒做好 你跟我說 我剛才還沒走路就走 還沒知道你現在開始要學背 那有可能的事情 你如果市政都做不好 你要去選總統 這種結果 他就會一直不斷地持續 重演 持續下去 除非韓國瑜從現在開始都不講話 全部用書面 以後乾脆自動議員 你們乾脆要求他不要答詢 全部寫白紙黑字 免得他不認帳了 對 的確他自己說過了 國政用書面 市政用口頭 結果有做到嗎 看起來也是都沒有 所以真的是說跟做 完全是另一套 剛剛年華哥也提到了 對照民調果然現在 韓國瑜對上民進黨的蔡英文 看起來是全書的一個局面 我們列舉幾個這個民調 包括蘋果日報 今天就這個公佈了 現在蔡英文是44.4% 那韓國瑜是32.9% 那如果是算是比較清爛的 TVBS的部分 也大概是45.5%對上37.3% 那另外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齊天今天所公佈的數據 其實差距是更大 蔡英文是53.6% 那韓國瑜是30.9% 差距20%以上 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蘋果日報有一份這個民調 是比較特別 也比較有趣 因為他把朱立倫給列進去 也就是說假使韓朱配的情況之下 對韓國瑜好像是有幫助 因為馬上這個民調 就增加了7%左右 到39.9% 將近40% 那蔡英文是42.9% 所以看起來朱立倫 對韓國瑜有這麼大的幫助嗎 來 范老師 怎麼樣看這樣的情況 從這個韓國瑜一連串的 這種我們說 是不是從失言到謊話連篇 到現在民調的這個對照 那朱立倫變成是他的救世主了嗎 對 所以說我覺得 為什麼上個禮拜 朱立倫到台南去跟這個 國民黨的前主席 洪秀柱 這個會合的時候 韓國瑜本來說要去 後來又不去 不去 後來還要再去 為什麼他一直猶豫不決 最後還是決定要去 因為他知道他必須要跟朱立倫合體 因為外界都說嘛 朱立倫好像不挺他 而且朱立倫也不願意這個 正正幫他助選 甚至我們知道這個侯友宜 新北市長也是朱立倫的子弟兵 竟然沒有出席韓國瑜在三重的造勢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情況 他要破除這個謊言 他就一定要去跟這個朱立倫在一起 那現在我覺得韓粉下一個攻擊的對象 可能就是朱立倫 朱立倫如果你不跟韓國瑜在一起的話 就他不答應 不搭配的話 一定是攻擊朱立倫 對 會攻擊朱立倫 那這個中間 但是我們看到這兩天 為什麼韓國瑜昨天會這樣失控 因為這個民調已經僵固了 就是說蔡英文贏韓國瑜贏12% 包含連聯合報都是如此的情況之下 這已經變成是一個牢不可破的情況 那對韓國瑜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所以他要焦慮了 當他焦慮的情況之下 他就會失言 所以我們剛剛都講 他說他沒有說沒有挖石油 他說這是誰說的 他說白紙黑字對不對 完全的這個一概的否定 我覺得這個危機處理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因為挖石油已經跟韓國瑜三個字 等於是等同了 等號了 你去問小學生 大家都知道你的證件是挖石油 那你當初選前你的證件 是拿這個來作為訴求 等於是你是對人民的一種承諾 對等於是某種的契約關係嘛 那你現在當上市長 你是不是要履行這個契約 對我們的民法153條 第一款說當事人互相意識表示一字 即為契約成立 什麼意思 我們雙方面只要意思表示一字 不一定要書面 其實口頭上一字就等於是契約成立 當然我們知道韓國瑜沒有跟人民 沒有跟選民簽證的契約 可是你當初就是你的承諾 你今天你要履行 否則你就違約了 對 那這就是表示說你說沒有白紙黑字 抱歉 即便沒有白紙黑字 那也是一種口頭上的約定 而且你不止一次的約定 第二個 你說這是高雄市府坐莊 所以我們坐莊而已 我們BOT 剛剛議員也講 可是你就算是坐莊BOT 你政府是不是要有個規劃 所以為什麼大家今天質疑是 你的預算為什麼連這個 就算你是政府坐莊的 你要做很多的 例如說你要做勘察 有沒有可行性 你要做各種評估 你要做環境影響評估 你才能夠BOT 如果會影響環保 你找大家來 找中油來 找美國什麼英國殼牌石油來 也沒有用 最後白搭 白搭嘛 那這個預算為什麼看不到 我覺得這個市議員質疑是很有道理的 表示你連做BOT的規劃都不做 那你說你要挖石油 好 那另外即便你是BOT 這個政績 還是你高雄市政府的 你不是說我找中油來 BOT 我找殼牌石油來 然後這個是殼牌石油 英國的政府的政績 不是我高雄市的政績 是這樣子嗎 有政績就說是自己的 有責任就推給別人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再來就是他在用很多的話術 例如說什麼挖石油 跟開採石油 然後不一樣等等 說什麼 我是高雄市政府 我當上市長之後 我沒有再講挖石油了 那是我當初的競選的時候的話 是競選的一個宣傳 我當上市長之後 就剛剛剛才大家講的 我剛剛當上市長之後 我沒有打過麻將 但結果後來被人家發覺 你在巴厘島 說那是在國外 國外跟國內不能等同四肢 就玩這種話術 玩這種文字遊戲 其實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他這次這個事情 會是他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為什麼 因為挖石油大家印象太深 而你今天又全盤否定 又玩文字遊戲 這件事情會是他一個重傷 會是一個重傷 因為大家對這個事情印象太深刻了 我覺得他應該要怎麼處理 要嘛就道歉 說這是我競選時候的一個想像 或者一個幻想 奇幻的幻想 我今天到了高雄市政府之後 我當上市長發覺不可行 那我跟大家道歉 那請大家忘記 可是范老師你覺得可能嗎 那不可能 剛剛我列舉這麼多了 他有哪一件事有出來道歉 第二個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就是說他也承認 挖石油是中央的權責 那因為我當高雄市長 我發覺這個不是我的權責 所以我必須要選總統 我要選總統才能夠落實 我挖石油的這個夢想 就不是只是高雄挖石油 至少全國挖石油 一起來挖石油 兩千三百人一起挖石油 我要成立一個台灣挖石油 義勇軍 召集全台灣的各個年輕志士 帶他起來挖 也可以啊 把你的夢想逐大 結果你又不是 你用這種方式來做 到時候就達成他的 台灣安全人民有權的政見 我覺得韓國瑜 他這次否定他挖石油 用這種方式來否定 這非常糟糕 而且我認為真的是 壓倒落頭的最後一根稻草 那他這個時候他怎麼辦 他竟然只有兩個方法 我認為一個方法就是 辭市長展現你鑽石斷網的決心 展現你孤朱一隻勇氣 然後我一次選到底 否則他的民調還會再掉 因為接下來市議員 又會找各種的問題來質詢你 那你現在你的副總 你的李四川住院了 雖然我們祝福他早日康復 但李四川一住院 大家就說高雄市民說 沒市長 因為大家認為韓國瑜 根本不是市長 李四川他是市長 那接下來你會遇到更多的 那怎麼辦呢 第二個當然就找一個 他除了辭市長 可以挽救選情之外 第二個就是找一個好的副手 所以大家才看到的是朱立倫 朱立倫怎麼會願意 今天如果你韓國瑜是贏了蔡英文10% 那或許朱立倫願意 你輸10% 那朱立倫為什麼要被你繳在一起呢 如果又選輸 朱立倫上一次2016年選總統選輸 這次選副總統又選輸 他何必把自己的政治的未來 跟你韓國瑜一起送葬呢 回到朱立倫也是國民黨未來的所謂的年輕 還是有機會2024年一拼的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要去找朱立倫 想要跟趁朱立倫 那朱立倫態度還是跟你保持某種距離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從他自己的考量來講 更重要的是朱立倫即便答應 他肯定要的是我不要當一個沒有實權的副總統 他可能要有相當的權力 甚至行政權 甚至要跟你要這個國民黨明年的這個立法委員提名權 還不分區 那你到底國民黨到時候吳敦一也好 吳敦一也要搶這一塊 韓國瑜也要搶這一塊 朱立倫也要搶這一塊 那到時候搞不定 而且我覺得朱立倫他現在最大的 最好的規劃就是明年去選國民黨黨主席 這是他的正辦 所以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我覺得韓國瑜即便他想找朱立倫 可是韓國瑜陣營是不是同樣的想呢 因為很多韓國瑜陣營想說 我們快要進總統府了 我們準備要加官進訣 你朱立倫來 你會把你的朱家軍帶進來 那我們能分得官分得爽 他有那種排他性 排他性 何況如果你找朱立倫 你更凸顯你韓國瑜是草包 你就是你草包 所以你要找一個有能力的人來 那就更凸顯 你主帥更加的無能 副帥的光芒還超過主帥 所以我認為韓國瑜這臉 他也會擔心 對的確 這個兩個一比真的是高下力判 當然朱立倫願不願意幫助韓國瑜 蘇惠議員稍後回應 我相信你應該是不認同剛剛這個范老師所講 來 國頓哥怎麼看 這個部分朱立倫 是不是會去當韓國瑜的副手 這是一個大問號 再來韓國瑜一連串的 從失言變謊言 真的是讓大家看不看 是不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轉捩點 民調可能會再繼續無量下跌 如果朱立倫的IQ跟EQ跟韓國瑜一樣的話 那大概可以搭配的起來 因為昨天韓國瑜的表現 證明他的EQ是很低 一件事情被他處理到 這樣用情緒失控 那也未免太簡單了 而且何況他根本就不是情緒 我就跟游舒威議員講 他根本就不是情緒失控 如果他是情緒失控的話 他不必再用直播再講一次 再來講這件事情 情緒失控 我在議會答詢我情緒失控 道個歉就好了 我情緒失控 他還在直播就表示他不是情緒失控 他直播的時候目的就是讓韓國瑜 相信他絕對沒講過這個事情 現在鋼鐵韓國瑜都認為他沒講 真的啊 鋼鐵韓國瑜又相信了 一定是你們這些民進黨議員 故意要站一邊 這樣只是開發 積極開發 就解決了嘛 他不會用 你現在到底把市政國政 有沒有弄混掉 你可以把這件事情當成你的國政 驗警 我當選我一定會去旅行去做他 就把這個事情都平息掉了 很簡單 民進黨議員再怎麼去追問他 沒辦法追問 你不要在那個文字遊戲開發跟挖 兩件事情搞來搞去 所以我不客氣問所有民視的觀眾 誰有幾個人相信韓國瑜 會在太平島挖石油 中江你相信嗎 沒人會相信 全國兩千三百萬人 大概兩千三百 零五一更沒有人相信吧 有啦 韓粉相信 好啦 韓粉相信 連韓文都不會相信 韓粉也不會相信 因為這不是高雄市政務的權責 你什麼權利你再來挖石油 你欺騙孩子 所以你自己講了半天 現在再來換來負起 反而負起 我是感覺到 我們這一年來 確實是讓韓國瑜 帶入政治的取患之旅 本來是一個高雄市議會的 一個總預算的審查 在那裡攻防 全國會去注意他嗎 今天要不是你惹出這樣的風波 讓大家覺得 全國好像都關心這個議題起來了 今天有誰關心 台北市政府的預算 現在在搞什麼東西 對 沒有人管 以前在韓國瑜之前 我們只看到柯文哲說 都讓政治這樣這麼爹 這個阿伯還是從什麼 外國公園怎麼連銷話一大堆 已經覺得很驚訝 現在韓國瑜出來以後 柯文哲好像在旁邊去 對 因為他比柯P更青出於藍 就去那個小巫見大巫了 至少柯文哲還不斷會道歉 韓國瑜連道歉都不道歉的 我們政治很佩服 政治走到這個地步 不得不佩服 但是我還是相信說 韓國瑜把這件事情當成 惱羞成怒也好 市政院講不清楚 可是國政你怎麼講得清楚 很簡單如果你把太平島 要開發這個東西丟給國政 共黨說我已經請他們在研究了 一句話也可以解決 也是 對 你就推給張三次他們去研究了 結果你搞成今天 所有昨天各台 今天各台大家討論你的挖石油 將來變成小學也在 拿這個事情挖苦你 對不對說這個市長 每天整天想挖石油 你要想你講挖石油 是記兩個前提 一個前提就是要還債 高雄市要還債 第二個前提就是要花大財 結果你現在搞得自己都縮回去了 人家怎麼會相信說 你以後還提出什麼方案出來 所以我是勸韓國瑜不要這樣子 這樣鬧下來沒有意義 你要選總統的人 你要拉高你的格局 你如果現在議會裡面 為一個挖石油太開花 搞到這樣的話 你怎麼選總統 我比較懷疑是這個 來 蘇慧委員我請教 現在外傳就是說 韓朱沛 韓國瑜方面 有三度徵詢朱立倫 真的嗎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想 主要看消息來源 但我知道他們兩個互動蠻密切的 不管是通話或是會面 但到底有沒有談到說搭檔 或是說如何輔選 我想應該是他們兩位 自己比較清楚 不過我是這樣想 副手的找尋有兩種 一種是為了團結 一種是為了加分 譬如說如果蔡英文總統 為來找賴清德的話 應該是為了團結 為什麼 因為從民調來看 蔡英文自己已經拿到了 八成以上的民進黨的支持者 所以如果他在找賴清德的話 應該是為了團結 那至於加分的話 就是像韓國瑜找朱立倫 因為我們看到說韓朱配以後 那個韓國瑜的民調就 上升七趴 很多耶 對 這樣的副手就是加分嘛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理解說 因為朱立倫第一個 他是國民黨內 甚至是臺灣現在放眼望過去 中央跟地方歷練完整 第二個當過國民黨的黨主席 所以他的整個 不管是行政經驗 或是在國民黨裡面的象徵地位 我想都是國民黨現在的第一人 那就是說關鍵 朱立倫願不願意 而且外界的印象 你看這兩個一比 他覺得朱立倫都比韓國瑜優秀 別忘了還有一個 吳敦尼主席願不願意 對頭啊 很多民進黨的朋友 跟我開玩笑說 韓國瑜 朱立倫的考量 朱立倫如果不願意的考量 跟賴清德不願意的考量 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兩位其實都還年輕 也都算是黨內的政治明星 未來他們的路其實非常多元 那你為什麼要幫他綁死在一個副總統 他們自己也可能不願意 而且對賴清德來說 或是朱立倫來說 他心裡可能會想 我就是會幫你輔選啊 我不一定一定要卡在這個位置 你可以再去找別人 這可能是他們兩位 當然我只是猜測啦 不過這兩位的情形 確實也是 因為譬如說民進黨內 也一直有人在呼喊說 蔡賴霈 但是賴清德跟蔡英文 初選後好像好像還沒有同臺過 即便蔡英文到臺南去 所以蔡賴霈到底會不會成行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多民進黨支持者 關心的 你覺得朱立倫是不是也有可能不願意擔任副首 我剛剛講了 他的考量可能很多 第一個 我就是會幫你倒三天 也是這種情況 你這個圍可以再去找 還可以幫你倒三天 集合更多力量 這是一個嘛 就像是蔡英文找陳建仁 也不是找黨內的人嘛 第二個 朱立倫我就說 他幕僚可能也有建議 他說你還這麼年輕嘛 你當了副首以後 其實在某一個程度 四年跟八年之內 你會被綁在這個位置裡面 副首沒有什麼有實權的副首 從來都沒有 因為憲法的法律 副首就是個被位元首 不可能說我們先談好 你也要給我什麼權利 說真的副總統可以去 張開什麼會議 行政院長會聽他的嗎 他也不會去立法院備詢 所以我覺得這個什麼 有實權的副總統交換條件 我覺得都不可能 在臺灣的憲政慣例 或是憲法的體制底下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OK 好 再來關心 這個總統大選的最新發展 郭柯王破局了嗎 還是變形成另外一種方式 在進行呢 因為現在傳出王金平透露 有跟親民黨接觸 會努力爭取親民黨的提名 選總統 來看比賽 接近十大傑出七年 郭台銘宣布布選之後 王金平仍動作不斷 頻頻透過公開活動累積聲量 還傳出他有意爭取親民黨提名 角逐2020 這個每個人都可以想得到嘛 所以還有但努力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做這麼解讀嗎 包括王金平院長也好 包括柯文哲市長也好 其實他們都有透過人 想要來跟宋主席聊一聊 都還沒有正式見面 李鴻君證實 柯文哲王金平都有接觸 到底跟誰合作 他沒把話說死 還強調黨主席宋楚瑜 也有可能四度出征 好 我們看到在這郭台銘宣布 不選總統之後 現在郭柯王的合作到底是會進展到什麼樣程度 因為現在就傳出來了 王金平想要去拿這個親民黨的牌 借親民黨的牌來選總統 他自己說的努力爭取是可以這樣解讀 那另外一位就是柯P 柯P他是用民眾黨還是要用親民黨 他說因為郭台銘不選 那王就想選 至於我選不選 那就再說囉 這代表是不是保留一個空間 那親民黨方面我們就看到 親民黨的態度是如何呢 剛剛我們也看到VCR 李鴻君就講了 因為柯王還沒有跟宋楚瑜見面 要10月中才能夠定奪 那另一位張碩文他就說了 願意聽這個柯P的合作方案 那不要只出一張嘴 感覺上這對柯P是不是有一點意見 來 瑞瑞德哥怎麼樣看 這樣的一個最新發展 王金平還是沒有放棄 要繼續選總統囉 按照柯文哲自己本身的個性 如果有勝算 哪有可能跟郭台銘合作 跟王金平合作 他自己就衝出來了 那連署都不去連署了 更何況是代表親民黨 為什麼 他現在有自己的一個台灣民眾黨 你們都不記得 他的台灣民眾黨 最近這幾天在幹什麼 公佈了八個區域的立委 然後緊接而來 那麼現在這幾天 大概他的不分區的名單 很多的女性對不對 不分區的名單 幾乎都慢慢慢慢在我們擺在眼前 我問你 他要批親民黨的相關的戰袍 人家掛人家的砍棒 那區域立委跟不分區的立委 要怎樣 你要錯亂 要怎樣處理 要算上的 政黨票要算上的 或者開玩笑說 不然這樣 親民黨之台灣民眾黨 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有可能嗎 所以事實上 那柯文哲為什麼不直接說 不可能的事情 柯文哲現在必須要 讓他自己本身的聲量 跟新聞能見度 那不斷的累積 你忘了嗎 他連新書發表會 在台北廠做都做不滿 為什麼 因為你不來生中 你沒有話題了 等等 所以他必須要維持一個模糊 要選不選等 到時候再說看看 那新聞記者就會來問我 如果從現在開始 沒有人要理他 記者不讀麥了 那柯文哲就GG了 那很簡單 所以柯文哲的策略 他如果要選他走就算了 不可能就等到說 10月11月跟人民黨 去這個合作 那至於王金平要小心 王金平的動態 才是我們必須要關注的 一個焦點 今年的總統代算 可能是優勢以來最特殊的 為什麼 因為在我們想像不到的 情況之下 努青甲衝出來 跟蔡英文拼總統 全黨在出選 然後緊接著來 民進黨這兵對不對 終於結束初選 蔡英文出現了這樣子以後 結果呢 郭民黨自己的初選結束以後 砰就衝出來 對不對 郭台銘 然後到關鍵時刻 跟郭民黨裡面 跟郭民黨一塌糊塗的時候 他跟你說我不會選 所以就沒有 不可思議的事情 都在今年發生嘛 對不對 那當然 李秀蓮由喜樂島他們 去連署 那是人家的自由啦 那麼除此之外呢 那10月的時候 我問你嘛 那親民黨要不要繼續維護這個黨 還是讓這個黨就泡泡花 就再見坎佑 不可能嘛 那為什麼呢 我必須要有相關的聲量 不需要相關的人跟話題 你才會把不分區的票投給我 在今天 今年這場大選裡面呢 我說我沒客氣說啦 除了藍綠之外呢 事實上其他的黨啊 比如說台灣民眾黨的時代力量 可能一搏 那其他黨在區域立委的部分 非常困難 甚至於連台灣民眾黨 跟現在的時代力量 也很困難 因為黃國昌不選啦 然後呢 兩個本來的Freddy跟洪慈雄 已經脫黨啦 他沒有區域 他區域只是像黃國昌啦 你知道嗎 那黃國昌下一屆又不選了 所以事實上區域不好選 但是大家要分時的是什麼 是政黨票嘛 所以呢 現在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呢 人家郭振英已經跟你講了 郭台銘如果 灰灰衣秀 不帶走一片雲彩 這樣我半天跟你講 之後大家就再見 我這裡都解散 都回去永齡基金會做公益就好了嘛 沒有吧 禮拜六台北這庭 一千人的感恩晚會呢 開始了以後 北中南東呢到處辦啦 然後今天人家已經跟你講了 為什麼呢 他會跟郭 會跟柯這邊 就立委的部分會合作 那合作你就要回調安 尤其是藍綠 事實上還是以藍綠為主啦 綠當然我有影響幾個 但還是以藍為主 為什麼呢 我可能選不住啊 我開的我選不住啊 不過 我如果三腳都 給你五千一萬票就好了嘛 這樣你又有可能不住啊 各位說不可能 我跟你說 因為宜蘭 台北 新北 一定跟新德 苗栗 台中 婚姻 政法 人家都在吹 自己 連我的自己也在吹 你知道嗎 所以請問不要小看人家的影響力 這才是他們緊接而來的這個發展 對 我比較好奇 王金平如果真的去借親民黨的牌啦 到底會吸引到多少藍營的票 那特別是親民黨這個部分啦 親民黨是哪時候變突然變這麼熱門啊 大家都要爭取他的牌 他的熱門不在親民黨這三個字 他的熱門在他那個門票 不用連署 對啊 因為你上次過了五趴嘛 那時代力量今天已經正式宣布 他們不會推總統的候選人嘛 那本來剩兩張 我現在剩一張而已 你如果沒有親民黨這張你就再見 你這局2020你不要過 但是這張牌是不是會有副作用 你牌借給人家好了 你自己沒有母雞 那他自己底下的人還要選嗎 就是說親民黨會不會套戈話 所以親民黨會規劃兩個 一個很可能是宋楚瑜出來破世界紀錄 破台灣的紀錄啦 一個是宋楚瑜 那另外一個給王金平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不要 千萬不要小看王金平 我發現國民黨裡面的一些朋友啊 那麼在這個調侃王金平對不對 跟王金平說你有沒有毫無影響力啦 毫無怎麼樣 南南北也有一波打啦 百祖自從死而不僵啦 他拿你五%就好了啦 我問你王金平跟親民黨拿到的票是綠營的嗎 是以綠營為主嗎 當然絕大部分還是以藍營我們說的泛藍裡面的人為主嘛 那如果他拿你幾十萬票就好了嗎 這一場大選到底結果會怎麼樣我不知道 因為小黨好幾個大便分票嘛 這太難預測了 好 那至於剛剛大家這個游淑衛議員啊 大家一直在強調人家在問他 有關於國民黨的副總統人選對不對 他很關心民進黨的副總統人選 會不會是蔡賴佩 現在包括民進黨跟支持者 大家並不是那麼關心 是不是賴清德跟那個蔡英文的副總統人選啦 不過剛剛說的這個朱立倫啊 人家今天已經公開說了 有關於媒體問他說 有關於是不是可能韓朱沛 那麼朱立倫去當他的副總統副首人選 那麼朱立倫已經公開直接告訴你 這是不存在的事情 這樣子啦 已經跟你講了那麼明了 那我也告訴各位啦 9月21號那一天本來不是那個誰啊 不是那個朱朱姐啊 邀請那個韓國瑜去嗎 本來不是說要去後來屏東delay了嘛 對不對 沒有去嘛 結果隔天嘛 我記得好像是隔天 然後不是又辦了一場朱立倫那麼來的嘛 就韓國瑜沒人請自己來對不對 然後就衝過來了 為什麼要跟這個朱立倫合體嘛 因為他知道朱立倫是對他有幫助的嘛 事實上朱立倫的幫助 還不是朱立倫跟他自己的支持者 這個 事實上真正要影響到的這個 等於說韓國瑜為什麼一直找朱立倫 原因是因為所謂的第一大諸侯 326萬選票的新北市長侯友宜啦 這才是他真正為什麼急著 一定要跟朱立倫 一定要在合體的雲 問題是人家已經跟你講了 不要位置只有輔選 你還聽不懂嗎 來來我請教民鳳姐怎麼樣看 王津平如果去借親民黨的牌 老實講他是國民黨的啊 那國民黨是不是要開除了是不是要開閘了 他現在看起來王津平一直想要另謀出路啊 這曾明中已經講了 如果去依靠這個宋楚瑜出來選的話 那就是這個沙烏社嘛 就是另外沙烏社 對 好可怕 那其實我覺得未來郭柯王 其實基本上已經破局了啦 那你現在就是說謹慎就是郭 會不會去跟這個柯文哲 在不分區立委上面合作 如果是支持了所謂的 比如說他的幕僚裡面有一些很專業的女性 然後去跟蔡碧如同列在不分區立委裡面 那這個就是變成郭會去跟柯合作嘛 那就是在進攻國會 那可是在總統方面 郭台銘基本上已經放棄了 那現在就是說 親民黨這邊調這個高架 說看是要跟柯還是跟王津平嘛 那其實親民黨的生存跟發展是 都是靠宋楚瑜每四年出現一次嘛 所以網路上就是說宋楚瑜有個另外的稱號叫做二月二十九號嘛 就每四年才會出現一次 是喔 每四年出現二月二十九號 然後現在最值錢的就那張牌 對對對 掉在那邊 代價而估 對 我想宋楚瑜本人其實基本上他參選的這個意願可能不高啦 應該不高吧 但是他要有 但是黨內是不是人希望他出來咧 黨內人當然是不希望說找別人這樣 但是問題是宋楚瑜他已經選過四次了 剛才這樣講 那但是宋楚瑜需要維持親民黨 這件事情是 的確是需要的 那跟他合作的人必須親民黨的主席位置 也要繼續給他做 然後可能要提供一些費用一些資源 讓他親民黨可以繼續有5%的 這個部分區的選票跟政黨選票嘛 那目前看出來柯文哲 柯文哲大概跟親民黨大概是不大合 因為他們兩個是有政黨的人嘛 那主要是王金平在串這個所謂的民主大平臺 民主大平臺就是親民黨跟這個 這個妙天的那個黨國會政黨聯盟吧 然後加上一些比較小的政黨 要串成一個黨 那這樣的話 親民黨做一個黨的注意 他就有所謂有不分這個政黨的選票 這個聯盟的政黨選票 就變成親民黨的 那他可以繼續有不分區立委的這個席次嘛 那在這種運作之下 柯文哲本來就不喜歡妙天了啊 因為那個國會政黨聯盟是妙天的啊 所以如果說你要把王 宋跟柯 三個人再湊在一起的話 我覺得這可能性就太小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黃金平去跟親民黨合作機會比較大啦 那這樣子未來可能總統大選 目前就會變成三組以上四組啊 就是藍的也有一些分裂 綠的也有一些小分裂 如果呂副總統連署成功的話 所以說他就變成這樣 但是所以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 對於國民黨 黃金平的殺傷力其實並不很大 你覺得影響不大 影響不大 對 所以我覺得這就變成本來是三大組 現在就變成兩大組 然後兩小組這樣的選情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基本上還是藍綠對決的架構 藍綠對決的架構 來來要請教淑惠議員了 這個藍綠部分 你應該是比較了解 現在黃金平想爭取親民黨這張牌 你覺得對藍綠的影響有多少 能夠這個挖到藍綠多少票呢 我覺得當然是有影響啊 像剛剛那個瑞德大哥講的 就是親民黨跟黃金平 他們的支持者 基本上就還是泛藍的結構 對對所以當然有影響 不管有沒有影響 是這樣選舉是一個加法的數學 就是我加你我加你我加你 而不是一個減法說 沒有關係我不需要你 我沒有關係 我不需要你不是這樣子 所以不管 你現在講的是韓國瑜的說法 對不對 那個票我不要 你要投蔡英文對不對 我沒有我沒有加法 我只能說像韓那個像王院長 我們不管他的支持度有多少 基本上 我們都還是希望說 這是一個團結的藍綠的 一個政黨競爭 那至於說如果王院長 最後真的被親民黨推薦去參選的話 國民黨會怎麼處理 我覺得國民黨跟民進黨都一樣 是兩大政黨 政黨講求的就是紀律跟忠誠嘛 你如果沒有紀律跟忠誠 你又沒有黨紀去處理的話 那這個政黨以後每個人都可以 我要選就是要選 我管你有沒有初選 我管你黨提名誰 勢必得也開砸 因為像現在我前幾天看那個臺北市黨部 民進黨臺北市黨部 陳正德也說要開砸呂秀蓮 還說五年內不得入黨 所以如果王院長他考慮到說 他跟國民黨這麼久的黨齡 這麼久的感情 好像五十年吧 他是不是要在最後晚年的時候 然後跟國民黨分道揚鑣 我沒有說晚節不保 是說到了晚年的時候 把這一輩子的感情這樣切斷 我覺得沒有什麼結不結的 就是你自己的感情 你對國民黨的認同 你認同了五十年 你到了現在說 我現在覺得我比較認同親民黨 這是一個很怪的理念